根据巴德斯坦媒体今天报道 以军当地时间9号深夜到10号凌晨 轰炸了加沙地带加沙城的一所学校 造成超过10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报道称 该学校为加沙流离失所民众提供庇护 以色列军方今天在一份声明中称 对位于加沙城的一所学校实施打击 以军称 哈马斯武装人员和指挥官 藏匿在这所学校内